这个女人美若冰雪,丝带飘飘,朱唇威琪,好似那天上仙女,可她并非来自仙界,而是雄秀才无心所作的那一幅画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老电影《画中仙》。 这天,道法高升的老道士燕赤霞正在河边洗澡,突然远处飘来一个木盆,盆中竟是一个婴儿。 燕赤霞本不想搭理,可是孩子的哭声让她于心不忍,无奈的燕赤霞只好将孩子留下,独自将其抚养长大。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,曾经的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,他就是如今的小道士十二。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十二来到一间茅草屋避雨,这间茅草屋里面还有一个书生,十二确认书生不是妖怪后,便在这里安顿了下来。 书生看到十二流了下来,便质问他,这么晚到这里来想干什么? 质问了半天,十二都沉默不语,并向书生比划起了手势。 书生便误以为十二不能说话,这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,原来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想进来避雨。 心地善良的书生连满把他起了进来,并给他盖了一床被子。 可就在他转身倒水时,老爷爷圆形毕露,头上的白发像是蛛丝一样,迅速延长,眼看就要抓住书生的双脚。 十二见词,连忙从房梁上跳了下来,出手相助。 但却被书生误以为他欺负老爷爷,一直从中阻拦,导致十二要一边捉腰,一边应付书生的干扰。 就在此时,老爷爷飞升月气,盘绕在房梁上,不断地用发丝攻击十二。 两人打得十分激烈,老爷爷剑打不过就往外跑,却被十二一把拽住了头发。 就在老爷爷以为自己要逃脱的时候,十二把他的头发绑在了剑上,一把火烧了他的头发。 头发上的火很快蔓延到了身上,随即老爷爷便领了盒饭。 但不幸的是,茅草屋竟然也被火星引燃,书生便无家可归。 没有办法,他只能跟在十二身后,但让他不解的是,城里的百姓一见到十二,便像见到了魔鬼一样。 而十二像是已经习惯这种处境,丝毫没有在乎。 两人来到了一个玩偶摊前,摊主是漂亮姑娘小林,她是城中唯一不怕十二的女孩,经过数次见面,早就互相产生了好感。 每隔一段时间,十二便会来小林摊上买玩偶,而每次都会多给很多银子,特意的照顾小林。 买完玩偶后,十二带着书生来到了自己的家里,这是一个没有大门的破妙。 环境虽然有些差强人意,但好歹不用流落街头。 书生安顿下来以后,着手写了一部小说,仅为换取一点银两糊口,谁知店主竟然只给他五分钱。 虽然少,但书生也坦然接受,他还天真的幻想着能有人可以喜欢自己的小说。 他刚要离开书店时,却看到店主拿着别人的文章擦鞋,因此心里受到打击,丢下银子抱着自己的文章跑了。 与此同时,十二又来到了小林的摊前,但摊上却空空如影,只有一缕挂在钩子上的红线。 原来,小林被家人许配给了园外做田房,看着小林盖着大红盖头渐渐远去,十二的心里很是难受。 但天晚上,回到家后便烧起了火,想一把火烧掉那些玩偶。 巧的是,旁边的书生也正在烧他的小说,十二健壮跑过去一把夺下的小说。 与此同时,书生也注意到了十二烧的那些玩偶,也同样跑过去捡了起来。 书生认为,光明利禄可以烧,荣华富贵也可以烧,只有一个禽子烧不得。 两人互相劝阻,最终都解开了心结。 事情过后,书生不再写文章,而是改行卖起了豆浆。 卖豆浆的时候,遇到了外出归来的烟斥侠,其他人一见烟斥侠把腿就跑,唯有他留了下来。 烟斥侠健壮,要了一碗豆浆,还未喝完便为救人,没给钱追了出去。 那曾想却一无所获,他回到家中后才得知书生也住在这里。 两人一见面便吵了起来,吵了几句就让书生离开了。 声无分文的书生慢慢地走到了河边,恰好遇到了孤魂莫仇。 莫仇让书生帮他犯花灯,书生犯完花灯一抬头,莫仇便没了踪影。 仅是一面之远,两人便互生了好感。 此时,于心不忍的十二也找了过来,他又把书生接回了破面。 书生不知道的是,同样对他一见亲情的莫仇,也跟在他身后,随他一起来到了破面。 回到破面后,书生毫无睡意,心心念念的全是莫仇。 于是,他便着手把莫仇画了下来。 此事却刚好被莫仇看到。 莫仇见他对自己如此痴情,一时兴起,便把画像卷出了屋子。 奔向捉弄书生,谁知却遇到了魔王。 没有办法,莫仇只能暂时躲进画中,即便如此,还是被魔王看出端倚。 随即,魔王便找书生借话观看。 就在他刚拿到画像的瞬间,十二跳了出来,一脚踢飞了画像。 原来,他早已识破魔王。 但魔王法力高强,他并不是魔王对手。 好在燕翅侠即使出现,赶揍了魔王。 第二天,为了增进十二的功力,燕翅侠便把他独有的绝学传给了十二。 而与此同时,书生的豆浆生意也是如日中天。 两天晚上,他回到破庙,奇怪的是自己的房间竟被人整理过。 而房间的地上还有一只绣花鞋。 他拿起绣鞋转身时,却发现画像上的女子少了一只鞋。 于是,他便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。 他先是把鞋放在了枕边,然后躺下装睡。 等待女子的出现,果不其然让他抓住了莫愁。 他顺着莫愁看到了墙上的那幅画像。 画像上的女子竟然不见了。 见状,他害怕得连连后腿。 莫愁见此连忙向他解释。 原来,莫愁本是远嫁他乡。 但没想到,路过黑风崖时,遭遇魔王抢击。 因不堪受辱,跳下悬崖自尽。 没想到,死后还是被魔王追击,这才躲进画中。 书生得知此事心疼不已,把莫愁留了下来,并对莫愁表达了爱意。 莫愁也接受了书生,两人一起飞进了画里,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。 可惜,好景不长,两人被魔王派来的小兵抓到了地府。 十二得知,连忙找燕赤侠求救。 燕赤侠本想救人,却不知为何又放弃。 十二与他大吵了一架后,便拿起引路伞,独自下地府救人。 事已至此,燕赤侠再也不能坐视不理,身披红袍也跳出了地府。 仕途二人纠缠不休,只为救出书生和莫愁。 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,魔王最终被仕途二人联手打败。 而此时,阴阳戒之门即将关闭,仕途二人借助画的力量,拽着书生和莫愁离开。 仕途二人回到人间才发现,两人并没有出来,只留下一幅画飘荡在空中。 原来,书生在最后一刻竟选择了放手,和莫愁一起留在了地狱。 书生知道,自己是人,莫愁是鬼,人鬼殊途。 回到人间,两人是注定不能在一起的,所以她选择和莫愁一起永远地留在了地府。 故事到此结束。